今天是2024年4月29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开市最诈姑》 今早我们有太风东方资产管理的基金经理朱浅文 和谭海云陪你一起开市 朱sir 今个星期大使有什么焦点 很明显我们说期指结算即将终于 今天 所以市得完毫以外应该也是高收 当然我们紧接 亦有五一的一些相对比较长的假期 虽然生活广东虽然没有生活广东 但是资金流液也不代表香港可能是少了 可能趁着生活广东不在 可能有些比较激烈的炒作也不奇怪 至于美国那边即将有议色的会议 和紧接了一堆企业的美工业职 所以美国那边也相对比较多看 是的 朱sir 也说得非常清晰 我也没什么补充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我们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日是做好的 纳指升超过2% Google的业绩好过市场预期 加上债息回落 带动美股做好的 道指在高开28点之后 最多是升251点 收市报38239点 纳指升2% 标指升1% 收报5099点 纳指金农中博指数升2.4% 欧洲股市向上格 德国股市升超过1% 一起看看焦点科技股 Google宣布派季度息 和进行回购 股价升一成 今个星期即将公布业绩的 Amazon都升3% Tesla亦是要跌1% NVIDIA升6% 英特二第二季的盈利和收入 预测都差过市场预期 股价要跌9% 社交媒体Snap唱好收入的前景 股价急升2.7% 2月拓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个别发展的京东和网易 给本港收市略高 阿里给本港收市低1% 折合73.93 汇控即将在今个星期公布季度业绩 ADR给本港收市高 突破65元 一起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疫情平均指数 早段升超过300点 现在升近306点 最新是报37,934点 首二综合指数都是向上 最新升人17点 悉尼普通股指数正升46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正升26点 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暂时向上 恒指在17,6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队员盘会继续跟大家跟进 和朱sir谈谈外围的情况 联储局今个星期会公布议息结果 市场认为会继续持息率不变 高息环境会持续 Fatwatch的数据现在就显示 主流预期今年只会减息一次 不过在周末期间 美国出现了 今年第一间银行倒闭 美国共和第一银行 Republic First Bank 他们的银行代表是Republic Bank 在周末期间有一个倒闭的情况 宾夕法尼亚洲银行及证券监管部门 在香港时间的星期六凌晨宣布了 就是勒令他们关闭这间银行 并且指定由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去接管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同时就已经跟地区银行 Futon Bank就签署了协议 承担所有的存款和购买所有共和银行的资产 去年三月的时候直谷银行倒闭 去年全年计总共有五间美国银行倒闭 现在市场就开始讨论和关注 美国现在的高息环境相信会持续多一段时间 办公室需求减少 CRE即是商业房地产项目大幅贬值 会否拖累更多银行倒闭 你觉得更多银行倒闭的情况会否出现 以及对美股来说会否是颇大的引诱 首先我们分几个层面去说 其实美国每一年都有少数银行会倒闭 首先这是第一个最简单的重点 所以出现了第一间的时候 恨好它的资产值相对来说 不算是太多 暂时当是单一个事件所看待 而第二我们就是说 在银行倒闭的角度是有什么 有一是会令到它们会出现系统性大型的风险 而不是单一的风险 其实来说我们说的是上年 以直谷银行为首的 若干银行倒闭的道理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说在整体 在高息环境的情况之下 其实是令到债券的账面价格 其实是输得多 OK 因为其实它们有很多这样的银行 其实是通过 比如有大笔的银行的存款 它们有时都会做一些投资 它们投资的工具可能都是一些最稳定的工具 比如说是美国的债券 但是当它们在很多年前 是相对很低的息率当时去买 即是说债券价格很高 然后到息率价格去到很高的时候 相反债券价格真的跌了下来 然后在越蚀越多的情况之下 就是令到它们账面的 是输了 账面的股东权益那笔钱 其实是占了整个比较的 是输得很大 有一些银行 比如说直谷银行去到最后 基本上严格是输了 就是账面地输了整个股东权益 但是是压到它们那时候 最后一斤的稻草就是客户提钱走 因为客户一天当是假扮不知这件事 然后是不提钱走的 或者是提钱和收资平衡的话 其实它可以一直假扮 我看不到我看不到 直至到债券是mature的时候 你就知道如果债券没有供应的 到最后是到期的 顺利熟回的话 基本上是100元给你 就变成了账面的亏损 就变成了没有亏损 但是可惜直谷银行或者若干间 倒闭了 就是上年已经倒闭了银行 它等不到最后一刻 那些银行的存款的人 不断拿钱走 这就会被逼要套现 现在套现又是庞大的亏损 就浮出来了 浮出来了 那些人就要拿钱了 就是这样的恶性循环 这个就是上年银行的倒闭的背景 因此我们就说 这个计时达满 其实是由头到尾都是有存在的 当然其实是要令到这件事 如果进一步是真的去到爆煲 就是爆得比较劲一点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它反向加息 因为它一反向加息的时候 其实它的债券的价格 会进一步来说是亏损的 到时可能传媒 很多东西就会将这件事 去报道是放大那件事 放大那件事就可能会令到 存户就开始担心勾出 就又重蹈回去年的覆车 因此仍然觉得美国 其实现在现阶段 你不减息不要紧要 但如果万一是正式的 不是只是出欧信 而是真正的宣布加息 其实对于银行的体系的冲击 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大一点 这是投资者坦白说 亦是不得不防的事件 所以我分析了这么多之后 到最后的总结论就是 现在暂时都是个别银行的事件 而我们暂时 也看到一些老实说 账面亏损投资者得多的 你不要说那些小型银行 就算有某些大型银行 其实账面是因为债券拖累 账面的亏损实来说是厉害的 不过它不需要入账 其中一间就是BAC 也可以点名 这个是美国银行 即是不是屠居的 你自己查回Balance Sheet 你就知道了 但你见到BAC 现在的股价也没有什么 它曾经由低位大幅上升 现在还要是 硬创了新的本年的高位 所以你从现在某一些大银行 其实本来都是有伏的 但你里面有伏的一些大的银行 你见到现在的股价 仍然是有词无孔的感觉 老实说你宁愿有词无孔 比它跌穿了一些位置 因为当一跌穿了一些位置 当时就代表生与欲内的感觉 因此有某一些 例如你见到BAC 这些银行 都可以作为观察市场 究竟是假震荡还是真震荡 你都可以用它来看一看 作为一个风眼的指标 好 好 朱sir的建议都是说 大家可以再观察一下 暂时而言 你觉得风险还未有很大 我们看看个别企业的业绩 今个星期就继续有些大型企业 会公布的贵度数据 包括Amazon和Apple 其实上两个星期 公布业绩的企业 表现很大差异 比如先说最新公布 比如Google 星期四收市后公布业绩 它的收入、盈利和云收入 都是比市场预期好 除了业绩好之外 同时启动牌息 加上回购700亿美元的股份 刺激股价单日急升了一成 但是再看之前 比如Meta、Netflix、ASML和TSM 其实业绩都做得不算差 但是业绩后股价都要向下 Amazon今个星期就会公布业绩 即前的股价都是横行的 感觉上市场开始期待 它会不会计Meta或者Google之后 它都开始会有一些派息的行动 另一方面 就是焦点继续在他们的AWS 即云计算业务和广告收入的数据上 你建不建议投资者在业绩公布之前买入呢? 其实我们就说Amazon 近期由我低位都反弹了一段 而且反弹相对来说是比较急一点点 因此反向推论最佳的 最美的指浪加入的时机 暂时来说就是missed了 当然相对它近期创立最高价位190元而言 都低了大概10元至11元左右 因此我们觉得折扬的幅度都可以接受的话 在一个业绩前夕是部署还是少许先 我觉得其实都无所谓的 因为Amazon其实都是分段留意的股份 其实都不需要太过关注的价格的股份之一 我觉得最主要核心的理由就是说它是几部分的业务 其实它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谷底复苏的一个迹象 包括了它的电商业务 特别在国际线的电商重型的亏损拖累 亦都很明显地收窄了 它是建功于全球的国际交易亦都趋向 是比较正常的 还有特别是一些shipping的价格 一些成本的价格 亦都得到一个所谓的舒缓的一个现象 或者是自己主动的所谓去成本的 即是俗称炒人 即是省成本的一个情况 因此在国际线的利润亦都有所改善 美国那边又更加不在话下 而AWS亦都预期了是由一个贵度的最低潮的增长 annualized是可以大约10%的增长 可能会恢复到大约15-16%左右 只要它的资本开支不是去到太过瘋的 亦是符合分析师的预期的话 预期令到它的盈利浮现的能力亦都相对来说比较强 因此我觉得Amazon其实亦都应该会进一步 以探中场事业 亦都进一步有些看头的空间 其实应该是不奇怪的 而且最后它相对其他公司 可能在一些AI的投资里面 或者在一些AI的发言里面 相对来说是比较低调一些 或者好像没什么声气 但是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声气 就不代表它没有做事的 你以为这个重点 最后只是以一个数字去看说话 原来可能别人默默地耕耘 最后在一些可能是AI或者所有东西 对原来每一样东西都犯犯 原来也有少许的帮助 你不出声 不代表我不是老虎 最后如果业绩能体现 原来真的有帮助 帮别人低调 别人的股价是会有一个向上的刺激 其实来说也是有可能的事情 好 苹果也是在这个星期出业绩 就会星期五公布的 市场预期 其实收入和每股的盈利 都会跌的 现在的预期 今年至今 其实股价就跑输纳志 今年至今跌了超过一成 你对它的业绩有没有期望 或者这一种即前吸纳 你又会否建议 我觉得其实即前吸纳 都会有一定的风险 哦 风险 有一定的风险 因为其实在Apple里面 我们会觉得以事论事 当所有企业的营收 都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劲的增长 或者是比较正常的 双位数字的增长 Apple其实是无论在营收 或者在盈利倒退的幅度 其实都有一定的uncertainty uncertainty 是在于不是说 有机会比市场预期 而坦白说是有机会比市场预期 因为其实你的数字很简单地计算 你单单在中国地区 你的销售金額 即销售的总额 这个是低于20%多的 即按年倒退了20%多的 你说那个手机销售 手机销售量 没有了20%多的 其实你一个这么高端的品牌 突然一刹那没有20%多的 你可以感受到 是不受欢迎的情况 其实都是挺严重的 或者竞争很激烈 竞争太有激烈了 还有就是我们说 有些人就会说 不要经常跟我说中国地区 这个中国地区占了Apple 这个是弱高的%很少而已 就是占了整个大饼的营收 很少而已 你不要欺负我不懂 有些投资者 维护Apple的人会这样说 是这样不紧的 但是你看另外一个数据 就是说不是针对中国地区 是说是全世界的饼 每一间手机市占率的进与退 直到本季完成为止 只有几间公司是赢家 首先我说赢家 我经常说书 先说赢家 赢家就是华为 包括荣耀在内 然后小米 另外还有一间公司叫传音 这三间市占率大增 有增的 因为这个饼是总和100% 不会撞鬼 这个饼是105% 这个100%注定在这样的 例如饼里面 既然有三间赢家 你记得牺牲弱高的书家 那谁来说是书家呢 第一间就是 都是有中国企业的 第一间就是 我不记得Vivo 还是Oppo 其中一间 这一间的 因为Vivo和Oppo 我记得其中有一间 数据硬是持平的 另外一间就有一点吃了尘 Vivo 我没有记错 还是MarketShare 还是第一的 不是 不是 应该不是 总之有一间其实它是倒退得厉害的 你查一下Vivo 你的Oppo 好啊 好啊 另外就是重力牺牲的是哪两个呢 不是一直在牺牲挂地 还牺牲过九个季度的三星 不过三星作为三星帝国 他都没什么所谓 但是Apple就没所谓了 Apple就倒退了 都弱光的百分点 所以牺牲的程度 都变成是被牺牲的程度 都牺牲得厉害的 因此就是说 其实在那个手机 再加上都是有弱的地区 都有一些是所谓减价传闻 这个 那变成就是无论你的量 或者你的盈利率 有机会是下跌的 这个 那变成是 如果万一那个是 特别是看未收 在盈利倒退的幅度 或者是稍微那个市场预期的话 那兼且 也都在那个发说会里面 就是业势发布会里面 这个 也都是说不到有些什么的成长曲线 或者是新的增长的亮点的话 因为这个市场真的 很难买你上去的 你说如果他现在的市盈率 譬如说是计量盈利倒退的 forecast的市盈率 你低于20倍的 那变成20倍市盈率 倒数就是回报率 就不厉害了 这个 当你如果全部的利润 是吐了给股东的话 那变成都还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是他现在距离20倍PE 还有少少的距离 这个 他现在大概好像 如果计量盈利倒退的话 可能是有差不多24倍PE 左右 距离20也还有 就是说你反向推进股价 可能你最悲惨 如果你是真的要吐吐到20倍PE 才有人接的话 那变成这个价值 你还可以吐十几个%下去 因此 在潜在的下行的空间 不是说完全没有的 当然我会觉得 其实相对 如果现在的股价 如果万一再狠回的话 我会觉得是 相对是 以反弹的Tesla 那个吸引力 肯定来讲是增加了 很老实说 这个Tesla 如果万一 我140多元都不愿意介入 你要我下车 差几个才能下车 我当然不愿意介入 所以就要看股价 所以在Apple里面 第一 就职前学派 和简单来讲 职前学派 和职后学派之争 我一定会选职后学派 我看了职业后 我才会动手 如果真的要动手 第二 就是说盈利倒退的幅度 还有没有宣布新成长曲线 说法会 是令到华尔街买不买呢 这个真的很重要 是的 可以观察它的数据 才再做一个投资决定 好 我们看看恒生指数 上星期五的走势 我先打开一个图 看看 这个是棋子图 我先打开一个现货图 给大家看看 恒生指数连升五个交易日 上星期五高位 一度升穿偶红分界线 恒指高开五十一点之后 最多是升四百七十三点 收市升三百六十六点 收报就是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一点 升幅是百分之二点一 恒指收市的报价资讯 是由IG提供的 国企指数 收市升百分之二点四 收报六千二百六十九点 科技股指数 上星期五升了百分之四点六 收报三千七百一十八点 大市全日成交一千五百七十二亿 龙湖急升一成二 中国海外都升百分之八 商汤再升四成三 从上一元流上 北水持续录得正流入 星期五再录得十一亿七千万 北水正入 中国银行全日录得八亿八千万 北水正入 快手和港交所分别有五亿 和一亿二千万 北水值流入 美团和汇控分别走资 是七亿六千万 和三亿四千万 和朱sir谈谈谈大市的情况 年升五个交易日 累计升了一千四点 这个是恒指的 升穿了横行区间的位置 就是一万七千二百点 星期五高位 见过一万七千七百五十八点 升穿了二百五十天线 之后升幅收窄 未能够站稳在二百五十天线 楼上收市 成交达到一千五亿 后市走势能够提高一线 一万七千二百点 能不能够由左力位 变成一个支持位 我觉得在短线的角度 应该是还有一些上升的空间 或者起码的承接力 会相对比较大一点 我觉得机会相对比较大 可以留意大概一万七点附近 我觉得支持力 亦相对比较强一点 因为第一 很简单的原因 第一来说 它在一万七千一到一万七千二 那个价位 是前两三个月的密集区的区间得利 而且它也是在我们今年一月份 新晶头第一天的opening 那个价格 就是大概一万七千一的价位 你见到它很不吉利 一月二日一开波 就一个阴烛就扫了你下去 它都是那些重阴烛的最高价 就是大概一万七千二的价位 所以无论是用一月新晶头最高的价格 而且就是说近三个月密集区的价格 它都是比较大力地 用比较大的成家来升穿了 因此在技术上 就不可以说 譬如说你无论喜欢港股 或者是有些人不喜欢港股也好 你都不可以说 因为你的情绪 就说这个不是突破 那现在都不可以这么坏地说 所以名义上 一个technical 都似是一个技术性的突破 第一我们就是说 其实最近都是对好 上面是250天才 正确来说就是顶着 变成了应该没那么快可以站稳 可能是要经过一些回吐 或者整固完之后 然后再升上去 都会这样会比较舒服 因此我会觉得浪营最好 就是说我硬挑战一条线的 是所谓的支持力度 然后可能站不稳了 然后滚回去 滚回去 滚回去下面 可能一万七千点边缘的位置 做一个后抽 你说是震仓也好 或者是一个完美技术的后抽的形态 也好 整固也好 搞定完其事之后 然后再有盘力 盘整完之后 然后再冲回去 希望这个形态 最后就是说 其实五月也有一些内地 也有一些假期 也有若干日 深河港都也不开 但是不需要觉得 因为深河港都不开 然后市场就立刻没有了承接 其实也未必是 特别是对新手 也想提醒一件事 港股很多次 不知道它是 纯粹是偶然 还是我们俗称 广东话 故意去玩东西 就是 在深河港通 是资金禁止了 不让流入的时候 反而就是趁武街的对手 就跟你乘机突击 掃上去 然后掃上去 等深河港东回来 你回来了 你是不是很想买货呢 我扔给你 这种现象是很坏的 而且我不是跟你做码码的 因为统计学上的基率 都很高的 这么坏的行为 所以我们不妨 在深河以来 看看这次是否又是这么坏的 好啊 我们看看恒生指数 对完盘之后的情况 今早恒指高开86点 正式上了250天线 17737点开市 国企指数是微升5点 科技股指数是微升10点开市 3728点 职货如期指 今日期节 正在升48点 17728点 特别提醒大家 今早恒指数是微升86点 升幅最大是友邦保险 他刚刚出了季度数据 看到他的新业务价值 增长了31% 到13.3000万美元 今早友邦高开7% 到58元开市 稍后有机会和朱sir 谈谈谈的友邦第一季 但我们谈了上星期五 升得比较急的板块 谈谈的内房股 上星期就连续升了好几日 中国海外星期五就升8% 全个星期计 其实升了两成 龙湖全个星期计 都升了20% 近日多个二线城市 都出招设立 我们香港的情况 在内地就叫做全面设限 最新有成都 住房交易就不需要再審核 购买房屋的资格 不再限制购买房屋的数目 以及不再用公饶号去损房 另外江苏的南京 试点推动全量房是已旧换身的 看完资料 譬如深圳早前已推出已旧换身 长沙亦有相关的政策 近日看到内房股升 不过主要都集中在大型内房股 而且升幅都是比中小型内房股大 中小型内房股 其实现在还会担心被人申请清盘 你怎样看大型内房企业的前景 现在可不可以吸纳 等他们未来的销售数据 真的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大和稳定的回升 期望他们的股价能够进一步做好 其实今次内房的回升 都算是颇有资金推动动力 亦都跟之前每次消息出来 是维持不到48个小时的情况 似乎真的有点不同 当然在股份里面 我觉得其实也有一定的博弈性 如果你参加内房复杂的办法 亦都可以这样说 根据我对港股的认识 可能有些朋友就是说 我看到销售金额是回暖 或者是颇为回暖后 我才考虑 这一句很明显 不是香港股票资深的朋友 不是资深股问 因为根据香港的特性 如果去到销售金额 同比还比 都是有颇强的增长的时候 可能你买的那一刻 已经是终极水美 或者可能大户者说 都不可以对他们这么坏 到底这么努力看新闻 再多给三天赚 再夹多10% 不走就没了 不准就准备按键 其实我不是跟你做策略 是真的那么坏 因此有很多对内房与专业的 不是估计投资者 是一些对内房专业的人 如果人家很敏感地detect 人家不会让你的新闻出的 人家会很自私地 是可能故意压住那些新闻 然后跟你狂掃上去才算 ok 因此就是说 其实是通过想看新闻的结局 去作为入场的标准 很sorry做不到的 因为你是会很容易 是作为反指标 是 因此就是说 现在你是有一定的博弈性 就是在数据未出之前 你自己是可能博不博啊 当然博得来 不是说纯粹到自家那样博的 也是有一些将法的 其实我觉得在内房的角度 正正由于这个消息不确定性 它可能是就算你说 好像600 10元 反股逆推 原来真的是底部 当它这么耐心 或者109 22元最低的位置 反股逆推 就是最低的位置 当你两个股份 你这么耐心也好 我真的近乎不相信 它会一直直落地升上去 它总会中间 是有些可能升得太急的 很老土的那句 也是真理 升得太多 就是嘔吐 说你回吐也好 而中间 又要突然 好像很多利好新闻 你看到 但是突然间又有一家内房 又说爆煲 又说业绩是游刑转规 很大件事 那些债益是这样倒下的 那它一倒下 就是一家就雷全家 其他那些又故意口吐了 因此就是说 既然我们相信 可能688或109 近乎是极多机率 是没有什么特别事干的话 那你可能的策略就是 现在升了这么多 我怕不想追 但是不追 不要紧要的 如果你真的有心说 我是要博弈这件事 我是要博中国的前景 内房是会复苏的 没理由博了36个月 都博不了的 那虽然有可能的 但是你可能会觉得 国际连续36棵小 我没有人 第37棵不是大的 但是你这样是没问题的 但是不如这样 既然你觉得他们是会上升的话 但是有这么多驚激 为什么你不等其他那些 我们俗称叫猪队友的内房 可能公布了一些坏东西 一些坏的新闻 又说要重组 又说疑似顶不顺 又说疑似得罪政府 然后这个估计 吐了下来 然后鑑山拉了688 和109下去之后 那你买在纸楼里面 设置纸线位 然后再博了 其实整个share是很简单的 总之最后一句就是 结论就是说 你要等到销售正式回暖 那时才作为入场根据 近乎99% 你一定摸顶 嗯嗯嗯 好啊 那我们多问一个办法 那些车股 上个星期五都是做好的 那消息层面上有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 大家都期待 那个价格换心的补贴金额 那他就上个星期五 就公布了那些实施细责 就是说到那个补贴金额 就7000至1万元人民币 第二就是 北京车展就举行 那会去到五月初的 那都不少那些汽车企业就参展 还有都有新车款去推出 那看到那些车股上个星期五都肯升 还有肯炒的 那你觉得这个板块呢 能不能够受惠于那个政策推动呢 那我们都要看回 每一间公司整体的情况 其实我们倒转就是说 这个Policy就是很公平地 所有公司都受惠的 这个我觉得 那反而我觉得是相对 就是更加要看的呢 就是整体他们公司第一季度 那个业绩的情况来说是怎么样的 譬如我们看到最近 其实这个财神汽车 你见到股价很猛烈的 是 就是由7元升到20多元 不是 sorry 7元升到10多元 这个断断有的 是 都要请教一下他在升什么 很明显就是其实 第一我们看到在无论是环球 或者是中国的趋势 你现在看到是对于 纯新能源的粉丝 是会到这一刻 可能都不是很接受的 这个都是有些先知 他去年年尾都有预言到 这个 那就是说燃油车是会复苏的 是 那倒回转这个是纯电动车 到回转今年又可能有一些阻滞 那 很多人都接受不到这件事的 但现在我们发觉 现在全地球 无论是日本的丰田 以至是中国的 譬如说是一些 适合被鄙视的 是所谓燃油车为主的公司 当然现在 严格来说 中国内地就没有纯燃油车的公司 这个OK 它都是燃油 再加这个 就是新能源汽车为主的举阵 那我们就说 这些这样的企业 其实你会发觉 反而是可以的 这个 那现在长城汽车 刚刚公布了业绩 亦是证明了给你看 它是可以的 那因为它第一季度的业绩 来说是暴力地增长 是非常之高的 这个段季的盈利 都有30亿 扣票应该都有20多亿 这个 你只是很简单 不要太暴力地 野心 你当全年是赚 可能90亿 人民币 这个相对 因为它现在的市值都不高 1000亿 或者1000亿 鬆一点 其实PE也不是很高 所以整体的吸引性来说 是肯定来说是有的 因此 我会觉得以革换身 这些细节 可能对于新能源汽车 補贴可能会比较 厉害 救能源汽车也可能会有 所以这个政策 既然不是今天才说的 或者很快都落地 如果今晚是对于高手 早就知道你大概是多少 这个 你不能保铁一半 这个 那你都是保铁药杆 根据历史的 那个所谓的数据去猜度 那变成那个范围 不会猜错得是很多的 因此我会强调 这个不是太大的重点 这个是有帮助 但是它是对于分析汽车股 究竟我买哪一只 我就是为低而低 数值最低的 在投票里面最低的 那只伟来 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纯粹为低而低 这样的数股票 这个 而就是看盈利的数值为主 嗯 是的 好啊 好 我们和大家跟进少少少数据 我要有一个修正 刚才就报了那些日本的指数 但是日本今天是假期优势的 那和大家先下跌 第二就是内地股市 今早就是个别发展 那说股方面 现在开了市 就是两分钟左右 那我们看看恒生指数 那刚才也是高开 不过高开之后 升幅就稍微收窄 刚才就高开八十几点 那现在升幅收窄 去到三十几点左右 最新一万七千六百九十四点 那国企指数要由升转跌 最新跌八点 那科技股指数就是在升三点 和大家看看 这个科网股 今早的股价 京东能够继续做好 升一百分之一 美团要向下 跌超过百分之一 阿里巴巴也是向下 那网易能够向上 那另外就是 这个内房股最新的情况 好 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稍后再见 不要走走 17年的时候 开头买了一百万港币的比特币 大概一万元平均价 一球变过千万港币 这个只是长渣仓的回报 短口仓的回报更加夸张 的确是一个Generation Wealth Change 每个家长都希望儿女成才 愿意投放资源去培养 但在经济大环境转变之下 专为小朋友而设的舞蹈学校 都面对种种挑战 人人都想在金融市场赚钱 难道人人都懂得如何赚? 想做市场赢家 才要掌握市场形势 在通资金流行 我顾梓君 每个星期会请来金融市场 各路精英 为你深入淺出 拆解金融圈最HIT的话题 用数据探测市场风向 市场赢家 现在进在GT财字谱 回来绝目时间 我们一起看看 恒生指数最新的情况 现在三大指数都是向上的 恒指升超过90点 我们一起看看 经济日报今次是否推荐 A.T.各股推压界 建议大家留意回控5号 简选原因是 公司将会在星期二公布 截至3月底为止的第一季业绩 每股派息成为不少 汇丰长线投资者最关心的项目 由于汇丰4月初的时候公布 因为完成出售加拿大汇丰 计划派发每股特别息是21米先 不少券商好像高盛 摩根士丹也预测 汇丰第一季每股基本派息 将会按年持平在0.1美元 加上上述的特别息 合计将会派发每股就是0.31美元 如果汇丰第一季每股基本派息 随着顺利增长有所增加 就有望成为为市场带来一个惊喜 反之就会可能令到市场忧虑 他们业务前景有转差的风险 另一方面商业贷款等的淨利息收入 始终是汇丰的重要收入来源 联储局至7月之后就没有再加息 加上存款利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 所以截至截稿之前 彭博综合券商的预测 虽然汇丰今年第一季 那个NIM可以按年扩阔6个基点 但较去年全年的NIM 大约1.66厘是低大约5个基点 公司业务潜在暗涌 除了NIM可能会呈现下跌趋势之外 还有近两年困扰香港银行业的内房债务危机 仍未完结 对汇丰的撥备带来另一个不明朗因素 投资者第一注 可以抗汇丰价格回到62元的水平吸纳 如果有机会回到58元可以加注 初步目标是看77元 另外可以作为长线收息之用 不过如果它的股价跌穿2023年3月 因为美国直谷银行擠提事件引发的低位 即是49.7元 或者预事有新危机出现 就适宜是清货离场 好我们看看投资者的问题 Peggy May就好更新 她就问朱sir 早晨 她说有帮你今年怎么看 她77-18元有两首货 她说中长线投资的 她说想继续持有 她想问你今年的策略 是否应该趁低吸纳呢 还有她想问有没有机会回到她的买入价 其实朱sir说话一向都很成熟 我经常在教课 或者在不同频道 有时都会说一句话 例如一个教股票基本分析的导师 或者一个基金经理 或者一个资深投资者 什么都好 其实是对于一些股票 既然是这么熟的话 理论上对于万事万物 大部分或者近乎所有事情 都可以有一些自己的主见 或者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个是吧 但是就是说 其实在一些很少的时间里面 或者有少少的机会 就是对于这个股票 尽自己的认识一切的尽职调查 但是亦都是无可奈何就是说 为什么这只股票 又可以是回这么多给你得利 正常回这么多给你来说 应该是有一些暗病的 但是她又好像 今次真的好像很例外地 港股 就是宽金开付给你 送个四十多元的价格给你 因为你45元的价格 你现在买的话 如果你数到60元的话 你差不多赢了三成 我觉得这个世纪大迷团 你现在明白我想说什么 就是1299了 1299其实在很多人心目中 60元这个位置是不应该跌穿的 即是跟你数穿了 就要数特了20% 既然数特了的话 就算是要回升也好 都应该没那么快可以升到60元 它就是给你出一个业绩 显示给你一些内容价值 新业务价值 那些增长 港澳地区的增长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于是又和你复上去 玩了投资者 玩到头都运了 因此我会觉得 其实这个股份已经超越了 我会很坦诚 超越了我理解1299的范围 就是近期的急升和急跌 是用Fundamental 是解释不到的 因此 当然 就是说小小的 看法或者建议就是 其实如果你说78元买的话 很老实说 很老实实 我说任何什么价格 你都不会走的 对不对 就是大家打在心窗聊天 很明白的 根本你只是想去78元的价位 你都不会走的 OK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倒回来 你现在升到接近60元前面的价位 我觉得始终 是会有一定的阻力的 因此 就是说 现在是最后一个方案 就是说 你70多元有货 你又不会走 你又不会走 如果你又不懂 用衍生工具去对冲 或者做Sort Call 那你都是 只要他一天不去78元的价位 你理论上是没有什么可以做 是吧 但是当然 你说没有什么可以做 如果你说我不懂得做其权的 如果我是懂得做政府 唯独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既然78元够减买 那四十几元跌下去那么低 你竟然不敢买 但是现在你弹得这么急 好像又好像没有东西了 那你会不会等到 他有媒调指导 那时候考虑 可能加多注 去混淡了那个成本 但是当然 这个小技巧就是 你第二注混淡的那个股份 例如我打个具体的比喻 譬如你现在升不算60元 你57元 然后之后 又借一些耳朵 轮回来 获利回套 那譬如我去回 那四个打个比喻 譬如说53元 或者54元那些价位 那我就在那个位置 留意一注 那这个作为第二注 这个 这个第二注的交货 不是说扭它 老实说 你78元那些价格扭它 你现在也被骗到 鼻子都没肉 这个是不是 都输了这么多 那如果你第一注都错过 你有什么证据 你证明第二注一定对呢 那由于无法证明 你第二注一定对的话 你有机会对 也有机会不对 那如果这样的话 对自己资金负责任 你是不是在第二注 要设置个止据位置 譬如我又打了一个比喻 譬如说 你都这么厉害 由45元那些位置 打上来 那我54元买 你没理由那么坏 48元都跌穿了 你这样玩我 我最多一世都不买 就是这样的心态 就拼它第二注 你沟淡了之后 求神拜佛 它不要跌穿你 那个所谓的第二注的入价 那你始终来说 你第二注的价 你没有沽出的话 你始终也是沟便宜了 那价格 那就看看往后 有没有一个脱身的机会 好 好 Leo Wong Fisio想问你 他说说起车股 想问一下 这个零件商 奈世特的前景 怎样看 现价可不可以买 今早就升了7% 奈世特在我心目中 是一个颇为恶玩的股份 为什么呢 因为它每一次跌的时候 跌得很金 很金 很金 譬如说它上次的高位 5.49元 然后沽到3元 你说是否金 是 是 但是它金得来 它又有一个好处 当然 我不保证这个好处 无限度 就是它每一年 都有一 或者两次 跌到很金之后 大幅回升的机会 而每一次大幅回升 又有一些借口 或者理由 就是跟它说 那些汽车零件 又可能是 那些新年人汽车 那些EV的增长 令到那些零件的增长又高 价量齐升 每次跟你说完之后 你又不知道是否 然后 炒完之后 最后股价 如果是 股价也不会跌地收 那么厉害 很多人每一次 它总之跌到低 就是这些股票的高手 跌到低就跌 跌到低就跌 跌到它得为止 就算有些人 更加高手都会说 你得不得 你得不得 都不关我事 你要不要衝上去 我便就走了 就是有些人 是这样玩耐世特的 老实说 我说得这么仔细 其中一个人就是我 就是我是这样做 因为我见证它 这个特性 是见它玩了很多次 因此 耐世特也平心而言说 它由三个半 弹到四个二 如果你说 有诚意 是一个真正的 中期的升浪 或者是反弹浪 这个幅度 又不是升了很多 由三个半 到四个二 因此 都可能还有空间 可以去都不出奇 但是我想提醒你 最后 我刚才 照我开放的说话都说过 耐世特 这个是 很多批评 都是拉完急升之后 最后 你说所谓的复苏 教练齐星 那些全部都不是 至少没发生过 因此要注意 究竟你是真心地 愿意相信 它是会有改善 还是 原来说 玩憧憬 大家斗接一个音乐部 哪个世界观 我提醒了你 你自己想 好 那我们谈谈商汤 有朋友就问 我们说两件事 第一 就是商汤 上个星期急升 大家都留意到 Jason 那个买入价 就是1.56 他说现阶段 应不应该先走 第二 就是其实他们的高层 接受了我们经济日部 那个访问 他就说 即今年商业法 的进程会加速 相信明年 就有机会 是窥转型 和有一个正经营的现金流 那商汤 你又怎么看 一个5.6 应不应该现在走 你等他 你一个5.6 应该分段 走一点点 都要 因为 很老实地说 就算 我这里就算 先打台课 如果他最后 猛烈地上升 就好像我一个建议 好像很对不起你 但是 但是 就是说 你不要这样 我很大压力 我不要说话 但是 我不管你大不大压力 我都要说 如果负责的人 就是 你如果现在不分段 是走的 或者起码不走一点点 万一 真相是滚下去5毛8的话 你觉得你的心痛不痛 或者你说 我真的很对不起自己 你有没有回想 这个世界不是说 见星的 无限体星 见跌 无限体跌 对不对 当然 我双湯一定看跌的 如果你给我的话 我一定看跌的 但是问题 在短浪的角度 其实双湯 除了一些事件主导之外 我觉得他短期 可能还有进一步的夹星 或者 就算不夹星 在高位 都会维持一段小时间 或者每一天 日与日之间 那个波幅 无弄的 这个是很肯定的 因为 其实他现在波动得这么厉害 或者是直甲 还有一个 除非你说 每天都知道 很多人买 这个我够知道 这个星的 当然很多人买 但是很多人买之外 就做一个隐藏因素 是沽空的人爆仓 沽空的人投降 OK 那变了 短期里面 的动能就是 下面买的那些又发达 然后下面沽空那些 现在排队上IC顶部 这个是不是 那变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斗 斗也是持有 因为你沽空那些 投降去平仓 他也是持有的 那变了是大家斗持有的 那短期呢 你纯粹一个短期的供求 失衡的话 这个股价一定升的 难道你全世界都买 但是股份跌下去 你供求 是不是 但是你要明白一件事 多个供求 去到这样夹极端化 个个都买 就是变了很趣 好有又买 股价又买 总有消失的一天 因为最后 这个商化版本 就会怎样 我不是说 咀咒一只商汤 这个问题是 当我动粮一消失 那个时候 奇景就是怎样呢 就是整件事走相反 就是说 买入的人 买够了 最后一滴资金 买了下去 而且下面赢了很多 那些 就蠢蠢欲动 想大家斗背叛 大家斗沽出街 这个 而同时沽空的人 也都平仓的行动 也都完结了 因为沽空的人 没理由是等于 整间公司的总市值 那他沽空的数目都有限 那最后 他一定会夹到 前一批最惨烈的 沽空的投资者 全部投资行 全部都支持了 之外 你觉得 会不会有新的 復仇者联盟进去呢 就是沽空的復仇者联盟 你明白吗 前面那批 你会说 松一点 我会帮你报仇的 你输了 我帮你沽 一定有新的沽空者 会进去的 这个 不会全部沽空者 同一秒阵亡的 这个 最后很奇妙的奇境 就是到顶部 买入的人 全部消失 沽空的復仇者联盟 也会进入 那你估计 这个股票是升还是跌 所以很简单 就是说 动能一消失的股份 回落他的速度 亦是快到你 是想不到的 这个OK 因此 一康 不是说我诅咒他 这个 不畏而我觉得 他最后的结局 应该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会定义 他的股价 除非他有很大的 基本面的改善 就是盖了两巴 我会好说 这个 如果近日 只不过是资金主导的 一个所谓的走势 那最后要小心 动能消失 回吐的幅度也有机会大 好 好 我们回答题美股 Alan Ting很早就 在checkroom留言 他说Tesla 业绩后怎么看 其实大家都看到他的 那个 就是miss了预期的大数 还有就是说 连毛利率 都有一个收窄的情况 但是估计 就真的在出了业绩之后 就有一个 比较大的反弹 叫做 现在那个情况就是 Alan Ting 就想问你 如果提早 明年上半年 就推出那个便宜的汽车 他的股价是否可以见底回升 还有现在Alan Ting去了北京 还有获得一些 非常高层的政府官员接见 你觉得对Tesla 未来会不会都有些带动 还有那个股价 其实你觉得短期内 见底了吗 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还有很漫长的 一个观察期 还有的不确定性是存在的 因为其实你说我推出一件新的产品 然后呢 是有一个冲颈的刺激 这个行为 Tesla試了很多次的了 他之前在cyber truck 那一刻都曾经是 就是200多元的时候 都有这个cyber truck的出现 亦是令到他有一段时间 有户盘的作用 其实他正式量产的那一刻 这个股价已经是派下派下的了 但是你派下派下的那一段 你见到前段 去到200元边又弹去250 跌到200元头又弹去270 这一刻 其实你见到这些都是 一个是所谓 除了好淡双方未缺胜盘之外 我们说那三百车 那个是所谓的 是令它有一定的护本的作用 后来你发现 当然是护不了 是 因为它的产能来说 是减不了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又会问 一个问题 你设计了一架车 你找一个小架车 画了一架车而已 喂 我要弄一架出来有多难 我弄一千架出来有多难 这个 我弄完之后 你要乱产才行 这个 其实现在Tesla 虽然是面对了汽车冷风 还是它自己本身的产能 都不是过于的 它的产能也不是很多 你认为有很多产能吗 OK 那些厂也要慢慢起 这个 其实那些厂的 这个宽裕程度 不是你商计中那么宽裕的 这个 这个产能本来都很紧绝的 OK 那变成就是说 你说说 由中间叉车去沙巴车那里 那你也是佔了一定的产能 这个 你不可以说 两个汽车板块来的 这些产能互相不干扰的 你不可以这样说的 OK 对于一间产能 一向是缺乏的公司 我牺牲了一个产能 去哪一个product 就是牺牲了全家的product 基本上 你要明白这件事 那因此我对于他说 所谓model 2 他现在说 提早希望是今年的年底 就开始量产 那我都会觉得是有一定的保留 OK 那因此 加上我估价 近来现在由140元 你当做铐仓也好 或者什么都好 或者回馈这个消息也好 他都由低位夹了30元 这个 现在又见星看星 夹30元 然后又想30元 你不如说30元再30 那不如10个30 那其实不是这样的 但到某些位置 其实华尔街到最后 都很好看盈利 我会认识的 这个 那你想想 到回来 我个问题 如果Tesla 你是没有交到一条数 是毛利率 顺利率改善的 在这条数还未交之前 充满不确定性 那一刻 你给我夹回到300元的 这个 到回来 整堆很有盈利的股票 我股票很生气 就是英伟达 Google Begosoft 就是当每天今次是一个人的 我心想他们一定 一定发脾气 他说 我每一季做得这么好 我升得这么少 你Tesla 你和我升上去 你什么道理 你说也不服 因此我会觉得 就是Tesla 近日有所反弹 尊重你 没问题 但是你说 如果是打太多 你先后之后的追的话 到时一打头 你又怕 又指示 指示之后又出些好 又夹上去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就是我跳舞 或者听音乐 那些我要跟个beat 那这个beat 在股票里面 这个beat 做得不好的话 那你就等于 不懂音乐的人 嗯 好 结论就是这样 好 收到的 好 我们看看恒生指数 最新的情况 现在升幅 就是97点 比起高位的时候 升幅收窄 今早高位 就上过17800点 不过怎么也好 今早高开之后 现在上升 虽然升幅收窄了 但仍然在250天线流上 最新17761点 国企指数上升9点 科技股指数上升22点 职货月期指数上升115点 17797点 高水20多点左右 还有想和大家更新一下 今早恒指成股股的走势 刚才说到友邦出了新数据 现在最新上升6% 五一张字 今早见到攀程和同情 都有一个回吐的情况 但金沙和银鱼 今早都有一个颇大的升幅 金沙最新是升5% 银鱼也是刚才看到升3% 这个就是和大家更新一下 最新的数据 而内地股市方面 暂时都是有个别发展的 提提大家今晚有什么数据值得留意 美国今晚会公布S&P大城市房价指数 星期三会有NBA抵押贷款申请数据 以及制造业PMI 去到香港时间 星期四凌晨 联储局会公布议息结果 星期五会有失业率数据 业绩方面 本港今日会有工商银行、中石油、农行、中行、现行、招行 比亚迪、中仁香港和若名康德公布业绩 星期二会有汇控和恒生 今早就多谢太风东方资产管理的基金经理朱俊文 陪着大家一起开市 刚才说的股份请问你没有持有 没持有 谢谢你 我们明早有东亚证券 高级投资策略师陈慧冲Jason 陪着大家一起开市 欢迎预先留言提问 明早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